1.5年的世界冠军 除了此之外,我们也在这里教舞 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 他幕后呢,还是有听过那个contention 我来讲几天,告诉大家一下 中文不大好,所以我只能够念 赵老师是,应该是腾澳传媒节目总监 他也是湾七星辰中文电台FM92.3 AM1450,专业DJ,节目主持人 主持过的节目包括啊 这个很popular的众人天下 赵惠春会客室 派对经理 所以呢,不只在这里,他常常跟我一起在跳舞 他也是一个节目主持人 那今天呢,赵老师也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所以我欢迎赵老师 谢谢 不分年龄,不分国籍,不分性别 给所有爱好歌唱朋友们一次 享受自我成长,自我肯定,自我挑战的 第一届尊爵杯卡拉OK歌唱比赛 我们在这里真是拉开序幕 经过今天下午一轮非常精彩激烈的出赛之后 我们选入了有六名 进入今天晚上的决赛 那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决赛 在进入决赛之前 我想在这里呢,提醒所有的朋友 我相信在你们进来的时候 前台的小姐都有给你们手上有一张小小的 黄色的几条 请注意,那个是你很重要的哦 因为今天晚上的评分里面 除了裁判占有百分之六十之外 所有的人手上的那一份也占有百分之四十的分数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你手上的那一张纸 因为那就有决定性 也请审舍选出你心目中万军人选 好,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很快的go through 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的评审呢 我们以音色在百分之二十五 音准在百分之二十五 歌唱技巧在百分之二十 歌曲表达能力占百分之二十 曲目创新能力占百分之十 总共百分一百分 所以希望大家慎选你心目中的冠军人选 接下来我想我们很快就进入今天主题 因为我相信非常多人在期待 看看我们今天经过了 试音会出赛之后 剩下来的六名经营表现哦 那在此之前我想我们先欢迎 我们今天晚上的专业评审 第一位我们欢迎彭婉霞 彭婉霞 彭婉霞在湾区有效 要高后积称 曾经担任过很多歌唱比赛的裁判 第二位我们欢迎李永勤 李永勤选前 南温哥也会队长 也是2008年歌唱比赛的冠军 第三位我们欢迎黄勋玉 艾米毕与台湾国立技术大学音乐系 专心与声乐以及钢琴 目前是乐趣之家节目部经理 请裁判做作 第四位我们的评委是张湘英张教授 张教授毕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 师范大学声乐系 先后在北京中央歌曲院意大利声乐大师班声照 一直在从事高校从事教学以及表演工作 张教授及多名学生 曾多次在中国及美国声乐比赛中获得大奖 最后呢 最后一位评委 是大家很熟悉的哦 在湾区有所谓歌神之称的邵同参邵老师 邵老师曾经参加过中士叶天剑主持的开谱节目演唱 曾参加过台式余光主持的青春旋律节目演唱 1977年在中士叶天剑制作的 往日情怀节目中担任演唱指导 1992年金山文教团体担任演唱指导 1996年开始教导流行音乐发声及歌唱技巧 2002年自创心理生理及物理相容并济的演唱 好我想我们现在就很快 经过了大家都来给我们的评审非常专业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今天的决赛 我们请所有决赛的要进入决赛的参赛者 请大家到后台准备好吗 请所有参赛者到后台准备好吗 请所有参赛者到后台准备好 好